新唐人电视台报道中国内幕真相 回归正统中华文化 具有全球视野 创台十年来持续秉持相同理念 呈现给观众最真实的报道 为了感谢长期支持本台的观众朋友 24号在台北举办了一场联谊茶会 第一场就吸引将近百位贵宾参与 对好像影响他国家形象的这些新闻 他都把它封锁掉 相逆低头 所以现在还好 还有新唐人 所以我们感到非常有幸的来参加这一次的茶会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将中国内幕如实呈现给观众 台商受迫害协会理事长高维邦 给予新唐人最高的赞扬 也让身处大陆的台商们终于找到 读取真相的重要管道 我非常感谢新唐人具实的一报 报导台湾百姓在大陆真实的受害现状 所以我认为我一听到说新唐人要办这个茶话会 我非常积极的我就过来了 我也就立刻加入了所谓的新唐人之友 最大感动就是说在这个时空的边境之下 受了这么多的一种限制之下 还能够越做越好 坚持做下去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新唐人也过过系列大赛 回归中华宣传文化 提升人性道德与价值观 这些用心的经营与努力 深深打动与会贵宾 没有暴力 没有设计 没有耸动的东西 对我来讲 应该给我们社会有一个正面的能量 尤其道德层面的东西 即使这样深深打动我个人 进一步认识而热爱 这样的一个新唐人电台 让这个现代的年轻的人 真正能够了解我们中国 传统的文化的深度的意义 新唐人的国际事业与通路 也让生计公司董事长表示肯定 更了解对你们新唐人的一个肯定 就是说通过你们的平台 可能价能走到国际观 这是我相信每个产业 很虚想追求的 在悠闲的假日午后 近百位宾客参与 在新唐人台北的第一场 零仪茶会中 除了彼此交流 也因为新唐人 共同正视媒体的存在价值 新唐人亚太电视 尊一豪李津津 台湾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